今天想要分享的是 题目是公民科技 面向社会与未来的 现象方向 但其实最 简单直接的问题应该是 公民科技可以当饭吃吗 作为这个标题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小班 然后算是 持续参与了G0V社群一阵子 然后大概是最近 三年会跟大家说 我是公民科技的产品经理 就是我希望 我自己的职业生涯跟专业 是在公民科技这个领域 而不只是上 许多G0V的参与者 可能是下班后写程式改造社会 我想要 公民科技做的事情 是我的职业 而且不只是职业 而是是可以有职业发展的 就是每一年的我 可以有更多的能力 去做更多的事情 而不是 十年来重复做一件事情 然后一直在一些 比较基层的工作做事 那所以 我会先会分享 希望分享这个主题 是因为 我当年第一次到 G0V黑客松的时候 也是像刚刚有三个关键字的介绍 我其实有点 迷茫恐慌跟害怕 因为虽然他们说 不只是写程式改造社会 可是为什么其他人的 也没有为什么啦 就是 其他人的关键字都有什么 律师 记者 老师 NGO工作者 社工 但我只是一个 连续三个学期 差一学分 就要被二一的大学生 我在这边到底 可以干嘛 那 从那样的状态到现在 我可以说 我想要当公民科技的产品经理 而且我已经试了 我想要做得更好 所以希望可以 分享心路历程跟协助 想要 做更多公民科技 然后你做到一个程度 你想要 可以把变成职业 那我想要让你们知道 你是可以把公民科技 当作职业的 你是可以把它当饭吃的 会有很多的机会 就是现在已经有的 跟你外可以去创造的 那 今天大家会分享 工程师 设计师 研究者 呃 产品经理跟 NGO工作者 相关的 然后希望可以 嗯 给迷蒙的大家 可以把公民科技 当作是一个 生涯 选项 好 所以呢 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心目中的 公民科技是什么 就 对我来说 有些公民科技 其实是 只是政府科技而已 就是并不是把 公共服务 或者是 所谓的跟 公共社会 或社会议题 有关的科技 都叫做是公民科技 对我来说 公民科技 应该要是可以 公民发起 公民参与 制作 然后是 公民拥有的 而不是只是 嗯 我都开玩笑说 只是 make the government sexy again 就是 把政府 应该要自己 做好的 基础数位建设 把它做得更好 那 林志小学校里面 有很多 数位公民的素养 或者是鼓励大家 可以在各种 不同的领域 提案 各种不同的 工作内容上 去开源 或是使用数位 工具去帮助大家 那今天就会 这场会特别 focus在 可以当饭吃吗 因为其实有一个 持续性的 有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 就是 参加黑客松很棒 或者是 呃 有台风地震发生的时候 社群快速的组织 在三天内 做出很棒的东西 但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 后世谁来 营运 然后 我们这是一个 三天内想出来的 暂时的解决方案 但 台风地震这种事情 每年都会有 那如果 你要设计一个 十年二十年的解决方案 那会是什么 那其实 就会需要是 专业的人才去 长期开发 例如 wikipedia 维基百科 大部分的 条目 都是由志工编辑的 但是他们还是需要 就非常大了 所以它变成一个基金会 变成基金会 就需要有人去募款 或者是 你可能没有办法 全志工 去保证 危机的伺服器 不会坏掉 所以你会有 全职的 工程师的团队 去维持 维基百科的基本运作 那 想要再用一个 跟大家生活 比较会相关的例子 是 这波疫情 大家可能 都要去注册 疫苗 那 疫苗注册系统 这件事情 对台湾来说 也是赶快拼出来 但 我先随便给大家看 那时候参与 讨论的时候 才发现后面 哦 这个没有开放 才发现后面 有这么多 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举例来说 原本 就有 三个 已经 跟疫苗 跟 流感打的 相关系统 那请问 1922平台上线之后 这个系统 要怎么跟 原本三个系统 去做 资料交换 那这是会 需要 长期规划的事情 长期来说 健保卡 会在政府的资讯系统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长期来说 在诊所端 他们要怎么整合 三个系统 护理师要 重复输入的 这个问题 以及在这样的 比如说 1922注册系统 他会遇到 跟商业情境 很不一样 然后是需要 专业的事情 就是你今天 突然拉一个 Facebook Google的工程师 或产品团队 其实他们 也没有办法 那么好的 去解决 这些 公民社会的 议题 举例来说 在 网络新创的世界里面 逻辑是 你去找到 一批 初始的使用者 然后 你就先从他们开始 你只要先有 一百个 一千个 那举例来说 如果有人的 装置太旧 没有办法连上你的网站 但他们不是 所谓的 早期使用者 你其实可以不用管 他们装置太旧的状况 但是到 疫苗注册系统 这种 整个公共服务 政府的事情 就会变成说 你要想办法 让尽可能 多的人 打疫苗 你不能说 哦 他们不会用手机 他们不试字 他们没有办法 连上网络 所以他们就不在 这个解决方案的 里面 那要怎么去 很快速的 做出一个 可以让 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语言 然后 不同的 科技装置的 禁用性 不同网络连线 甚至 不同性别 不同年纪 的人 都可以尽量 打得到 疫苗 这是一个 非常高度 专业的事情 那也是 我会希望自己 有career path 有职业 可以去慢慢 做的事情 也是希望 可以邀请大家 可以做的事 因为像 后来 就有去研究 世界各地 他们的 疫苗注册系统 最后是怎么开发的 那目前我看到 最喜欢的是一个 英国的团队 他们是一间 已经做了20年的 医疗资讯公司 所以他们一个月内 公司放下 所有事情 去做出非常完整 就是使用者经验 非常好 然后非常流畅 很像 我们平常会使用的 商业软体 这样的界面 那是因为他们已经 团队合作20年了 所以他们有办法 在一个月内 可以产出 呃 具规模商业性 可持续性的 解决方案 那 这是 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需要 可以让自己变成 可以做那样事情 有那样能力的人 所以其实 跟官民科技很 有关的地方 可能都会找到 类似的工作 像刚刚这个 疫苗的例子的话 你可以是政府 那你也可以是公司 你是提供 比如说医疗资讯 或者是 呃 以台湾例子来说 可能是做 土资的公司 他们提供资料 跟专业的服务 给政府 让在政府 在救灾 救难上 可以做得更好 那 他们同时 也可以有 国外的客户 就是 其他国家 也会遇到天灾 也需要 处理地图资料 那 当然 NGO是非盈利组织 但NGO里面 也会有全职的工作者 是有领薪水的 那 像 呃 举例来说 之前 乌克兰被 俄国入侵的时候 有些科技社群的人 就 开始发起各种 就是拯救乌克兰的 黑客松 那其中一位 长期参与 公民科技 这个领域对国际 NGO的CTO 就在Trader上写说 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 做过相关的事情 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捐钱给 已经做这些事情的组织 因为你不会两天内就 想出比 长期做这个议题 十年二十年的组织 更可以立刻解决 这个迫切的 问题 所以NGO的部分呢 有非常多国际NGO 是 有科技部门的 或者是这个NGO NGO本身成立就是为了 提供服务给其他的NGO 那他们会有 产品或者是工程部门 或者是NGO自己内部会有 呃 科技的 Tim 据理来说 红十字会之前内部 就会有开放资料的小组 要协助红十字会做 全球各个分布的开放资料 跟资料管理 不是开放资料小组 是用Data Driven 就是让各个不同层级的 可能是很老的的主管 或是很年轻的员工 或者是不同数位程度的人 都可以尽量在组织内去使用组织的资料 这也是一个质押可能的选项 其他还有像是合作社 或者是现在Web3很红的Dao Dao 也是一种可以让你想要做的公民科技 可以有长期稳定的 不一定稳定 但是有规划长期的资金来源 跟你也可以是自由工作者 就是到处接Case 举例来说 呃 我有个朋友他就是 帮国建具有组织做事 然后在疫情以前 每半年换一个国家居住 那他就是用这些Case的方式 在过这样数位游牧的生活 所以这也是可能的 然后再来是生态系 就 希望给大家看到是 整个公民科技 它可以是个生态系 它不是单一一间公司 或单一一个人 只有在做的事情 我是不是做公民科技 在条路 我的鸡啊 就是自杀 就是再也不会成长 然后 因为在做公民科技 你会 领到的薪水 一定会比外面科技公司低 但我希望可以给大家看到 如果你关心公民社会议题 是有可能可以把 公民科技的生态系做起来 让整件事情 有比较正向的循环 其中一个是Deciding 它是一个就是这个 看一下 它是一个西班牙巴塞隆纳市政府出资开发的一个线上市民公众参与的平台 所以它一开始是巴塞隆纳市政府出资外包给一个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开发的时候 它的源码是开源的 并且在一开始开发的时候就有设定社群参与以及白皮书 所以可以让开源社群可以加入开发 那因为他们开发的就是一个让城市居民可以线上参与 所以据来说功能会有 你可以投票 你可以提案 会有参与式预算的形式力 或是讨论区论坛 各种不同的功能 他们就使用这些 要开发给各地市政府做市民参与的模组 来让开发者跟各地的人可以提出 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功能 或者是他们在别的城市发展出了一个这个模组 可以加回去原本Decidium的设计理念 所以越做越大 就是到全世界有一百个城市都使用他们 这样子的开放源码座系统来做这种线上投票 就很像台北市之前想要做的i14的东西 他们就把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协会 然后由协会就会变成是一个NGO 由协会来主要的掌管 整个Decidium社群开发的方向 那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平台蛮好用的 所以除了西班牙的市政府想要用之外 欧洲也有其他的市政府想要用 然后拉丁美洲 使用西班牙语的地区也有市政府想用 可是不是所有的市政府都够有钱 可以像巴塞隆纳市政府这样可以请工程团队 就是从头开发 所以有人成立了专门的公司 去协助各定的市政府 去把这个平台架起来 那这就是在这个生态系里面 又有公司去提供政府这样的服务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好的生态系的示范 就是当你把一个产品做得够好 你把这个平台做得够好 政府公司跟NGO三方跟公民都是可以获益的 那另外可以介绍的一个算案例吗 就是Core for America跟18F Core for America是美国的NGO 他们一开始理解说 想要让政府的数位服务更好 可能没有办法马上从政府改变 所以他们跟政府谈了合作 可能跟某些政府先和部门先合作 会送一个team进去 可能包括一个PM 一个工程师跟一个设计师 然后跟公务员花一年的时间 去讨论他们的需求 跟开发他们所需要的工具 这是其中一个合作的方法 那同时间美国政府内部成立了一个联邦级的组织 叫做18F 18楼 他们就是会有点像 政府内部的科技顾问咨询 会协助各级政府去做 科技政策或者是数位产品的开发 并且后来内部有启动了 像是内部创业的一个投资 鼓励美国政府内部的团队 可以提出要开发一个新的科技 然后先在自己的组织里面试 做prototype 然后试 然后再推广跨组织 或者是跨州这样子的一个 内部投资的状态 所以 就是公民科技这个东西 可以应用在数位政府 然后也可以用在比如说数位人权 或者像大家也很喜欢说的数位民主 其实在私部门工部门 或是第三部门都是会需要的 例如 即便在最商业的地方 像是科技巨头 大家现在也都要面临 比如说不实言论 或者是假资讯到处留 但我们要怎么做审查 才不会压迫人民的言论自由 但同时间又去阻止一些迫害人权的事情发生 在这个意义上 能够去思考 科技跟公民社会议题怎么互动 并且可以把它做出来的人 对私部门的人来说也很重要 然后对我个人来说则是 会希望我更多科技的从业者有注意到这样的议题 所以科技一开始被设计的时候 可能就考虑到大家的隐私权 或者是考虑到大家的言论自由 那这应该也该是扩大成 公民科技生态系的一部分 所以我大概简单讲一下 我知道的可能工作样貌 但我毕竟主要是做产品经理 我对其他角色的人可能知道 不会那么清楚 所以首先是工程师 那其实工程师蛮好开始 先从全球接案开始 然后去做support 那你说这跟一般商业公司 会有什么不一样 举例来说 你是工程师 那你可能需要去协助一些 比较弱势的群体的科技开发 那他们可能会在网路比较差的地方 或者是常常没有网路 或者是他们都是用一些 很旧的Android系统 一般的商业公司已经放弃 支援的系统 所以你会点的技能书会不一样 你变得你知道怎么在 很小的记忆体上 很烂的机器上 还是可以把产品做得很好 或者是可能像 最近可能会有一些 比如说资安的东西 你可以去保护人权工作者 或者是保护新闻记者 可以让报道去被报道出去 那可能跟商业公司需要的技术能力 也会不太一样 那国际上最好找工作的是工程师 因为NGO或者是其他部门 大家觉得自己缺乏科技或缺乏数位解决方案 想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雇佣工程师 所以他们工程师的缺是最多的 那第二个的话是设计师 设计师可以是 现在大家看到这些界面的设计师 他也可以是使用者经验的设计师 像刚刚我们去Mapping 1922 这个疫苗注册平台的流程 就有服务设计师的参与 怎么让这个公共服务 或是怎么让任何一项服务 变得更流畅 或是让大家更可以参与 都是设计师可以做的事情 像是之前有来 JRV Hickerson提案过的 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 他们就是想要让周边的居民跟小孩 也都可以参与到 社区的公园的设计里面 那有一个特别的词 叫做社会设计 去指称 就是设计社会这件事情 所以设计师在整个公民科技里面 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 你可以直接是在一个公司或NGO里面 去设计他们的产品流程或者是界面 或者是像在政府里面 英国的GDS就有制定一套 各级英国政府设计网站的时候 可以参考标准 就可以让各级政府的网站看起来很像 然后也不会大家办事 就是这个网站连到哪里 我要报税 我到底是要去哪个网站 或是我要申请某个补助 到底在哪会找不到 那你可以是这种在政府里面的 你也可以是在设计顾问公司 就可能你会接政府的案子 或者是像联合国 或是世界银行 这些比较大的NGO 可能也会需要外部的设计师 来帮他们设计一些方案 那另外就是产品经理 就当一个东西越做越大的时候 他就需要产品经理去协助 厘清方向 界定我们现在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把产品继续往下做 那你也可以说产品经理 或是你是去创业 去做一个社会企业 是专门做公民科技的 举例来说 之前有朋友的创业是 要用区块链去协助难民 做身份认证的社会企业 那这样子的服务 也是很需要专业的人 才去在这个议题上继续努力 再来一个 蛮多人也会做的 相关的领域的事情是学者 很多人会去研究 像可能最开始会有 社群媒体跟社会运动的研究啦 或者是开源相关的研究 或者是像现在最红的 应该是网路资讯 是怎么被操控的相关研究 这些都是你对公民科技有议题的 兴趣的话可以做的 那相关学们非常多 社会学 政治学 传播学 人类学 公共行政 然后资工系的做也很多 因为你可以爬各种资料去分析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那再来还当然还有就是NGO工作者 你也可以是在公民科技领域里面 你不是直接参与科技产品制造的 但是你例如来说 你是帮忙募款去做这些科技的人 或者是你是帮忙做行销 或是做整合 让这些科技工具 可以真的被有效的用在倡议里面 像我有参与了This Factory 伟当工厂回报系统 就是有NGO研究者跟我们一起合作 他们是研究议题法案 并且制定倡议策略 那社群的大家协助把产品做出来 他们会拿这些产品出来的资料 拿去跟政府说 因为怎样怎样 所以你的政策可能要怎样怎样 那这是NGO工作者在公民科技 可以改变社会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还有比如说 你可以是内容的创造者 你可以是媒体 你写这些支持公民科技的东西 这都可以是一种 对我来说专业的参与公民科技的方式 那回到最初我说 我第一次要Dream B.A.K.Song 觉得旁边的人都很有专业 很厉害 但我什么都不会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是这样吧 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甚至就算知道自己可能想要做什么 会很怀疑说 自己有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 那 我只能说 好像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嫌晚 我从在Dream B.A.K.E.社群里面 帮忙翻译 或甚至是帮忙打 组织稿记会议记录 然后去参加我喜欢的专案 然后去试 还没有人试过的事情 然后也都失败了 那就慢慢到现在比较有信心 自己可以在公民科技上 以一个专业工作者的身份继续努力 因为公民科技想要解决问题其实很难 就是你光是要成立一间科技公司 然后活下来就很难了 然后你现在说你要做科技的事情 是想要协助支持公民的 那势必就会有更多的挑战 也需要更多的专业技能成长 然后我觉得这是 任何人都可以去努力 或是任何人都可以试着去 就是 学习的方向吗 那我想对最多人来说 第一个是 有没有那个想象 所以我刚刚可能 讲了一些是国外的案例 但我只是想要 跟大家说 就是 很多事情是可以是真的 也许现在还没有发生在台湾 或是连全世界都还没有发生 这有些事情是有可能的 诶 怎么有东西不见 但就是 真反正想要 这边又想要讲一句话 就是 不要 想说自己要做什么样的职位 而是想说 自己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举例来说 如果你想要什么职位的话 20年前是不会有人告诉你 你也不会想到 这个世界上有YouTuber 这个职位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是 例如 你想要让科学 科普知识 让更多人知道 那随着平台的转换 你可能会是一个作家 你会是一个YouTuber 然后你现在可能去Podcast 或者是去TikTok上拍短视频 这都是你有可能的方式 所以 这是我之前一份实习工作 老板教会我的事情 职位会改变 你做的职位可能 尚未被发明 尚未出现 然后所以如果 你想要解决一个问题 然后现在 似乎没有 相对应的职位 是 在做这件事情 那你就自己发明一个 就是解决问题 比追求 我以后毕业要去公司当行销 我以后要当 什么什么位置 像刚刚算介绍了 非常多不同的角色 但其实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也都可以把这些职位 都做过一遍 所以 希望大家在想象职业的时候 不要想自己 是要做 只做哪样特定的工作 而是希望自己 可以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你想要 对这个世界 或对自己 问什么样的问题 好啦 这有点太大了 但首先 所以怎么踏出第一步呢 对我来说 第一步就真的是 问问题 像是 你有没有办法 在自己的生活中 去察觉 有没有你想要改变的事情 先不用想解法 就先想 你要改变什么 或是你去问 就是你不接受 现在这样子是 OK的 你觉得这个 医院的预理系统 好像不太好 或者是学校这个 打卡的系统不太好 那怎么不好法 先从个问题开始 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 是创造被动资讯来源 就我刚开始在 GINV比较深度参与的时候 发现 资深参与者知道 我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然后他们都以为 别人都知道 所以他们也不会 特别教我 因为他们以为 那个是常识 但其实对我来说 并不是 所以我最后用了一个 有点 creepy的方式 就是 我是找到唐凤 还有一些 资深GINV参与者的 Twitter 然后把他们follow的人 看起来跟公民科技有关的 全部按下去 我也许没有办法 像 唐凤就是AU 或者是其他 资深参与者那样 有很高的能力 但我可以先把 我资讯接受来源 调到跟他们一样 或部分 跟他们一样 因为他们会读的东西 应该就是 好的资讯来源 从那边开始 我才知道 这个世界上 公民科技相关的领域 可能有什么机会 发生什么事 然后慢慢累积 我自己的资讯来源 跟 我知道我自己 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 例如我不是工程师 所以 也有曾经想过 要不要写call 但最后没有往那边发展 我对非常技术的 技术部落格 可能关注就不会那么高 那所以 现在是一个 演算法的时代 所以大家可以设待 在社群媒体上 让社群媒体演算法 会把你想要的东西 推到你眼前 或者是你 google 多搜一些 然后就会开始 推荐你一些线上课程 或者是 就是让 既然都被监控了 那就 让广告帮助你 去你想去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 非常建议大家做的是 可以做google alerts 或者是订阅 如果你发现一个网站 有不错的电子报 或者是比如说 他是一个youtuber 还有固定更新 一些不错的内容 都可以试试看 那google alerts 是你可以订阅关键字 然后它可以 每天或每周 去把 有这个关键字的 新闻或是网站内容 推播给你 那这也是一个 很好去 探索的方式 或者是你可以 follow ig或twitter 上面的hashtag 从这个hashtag 跳到另外一个hashtag 发现原来 世界上有这么多 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也是我现在也还在持续做的事情 像是那天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 呃 就是看到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那 我就会想要去多理解 例如 前阵子是看到原住民议题的族群主流化 我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但 我想要了解更多 那就从这个观点字 下去再去探索 那第三个可以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可以多参与社群活动 呃 可以是开源社群 或者是相关议题的社群 去认识多一点人 大家可以给你多一点不相的想法 这个共笔 暂时列了一些 暂时想到的一些 中文跟英文的内容 但是 其实大家 自己探索应该是最有趣的 那最后呢 这个影片的作业是 呃 作业单 那 也就是我刚刚希望说 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 踏出第一步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 分享一件 你最近观察到有趣现象 呃 或是问题 然后 像是你可能觉得 家里的菜市场 就是很通风很闷 然后所以 因为很通风很闷 所以大家不敢进 传统市场买菜 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还没有解法 然后第二个是 写下三件 你最近做起来 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以及为什么 这也许可以帮助你探索 你觉得自己擅长 或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那第三个是 分享三个跟公民科技有关 你想要继续探索的 三个关键字 它可以比如说什么 数位民主啊 或是 不实资讯 或者是 我现在想到的词都很奇怪 就类似这样的东西 然后第四个是 分享三个你这次新找到的有趣资讯来源 它可以是网站 或是各种社群媒体的账号 我这边尽量列出来了 然后电子包或者是书 这些 那通过做这个作业 希望你可以找到 对你来说 有趣的资讯来源 然后 也之后也许在 各个地方 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 今天的分享 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 就在这边